嗨 好久不見 開心開心 來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現場的媒體大跟大姐們你們好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對 當然之前有發一些單曲 發一些EP 可是距離這個整張的 Full album 已經是11年的時間了 這一雙眼就11年 我自己也嚇到 因為陸續中間其他有一些單曲或是EP 但是正規的實體 創作的專輯已經11年了 所以現在的心情是既 期待又興奮 視線徐多一下下 pose 眼神帶到 我們異星很專業 眼睛都虧渣 連拍20張 原始上的Yunas 吳玉婷 嗨 異星好 來來 先送上這一個大麥花束 給我們的異星世界 好 要往前站一點嗎 好 往前一小步 OK喔 退一點 退兩步 這裡 OK OK 學姐的專輯最 能夠賣個下下叫嗆嗆 來右手邊兩位看一下下 右手邊 好 二官姐好 異星學姐好 我是Yunas 瑞婷 然後今天很開心 能夠來這邊給異星學姐 這個新專輯發佈的祝福 謝謝 我有去聽異星學姐發那個視頻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異星學姐其實很多詞都有 就是真的寫到心看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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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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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五線譜溝通特別的那個有方便感覺 很方便 而且他真的是很認真 他已經在家裡做好所有的功課 其實我那天在練習的時候 我是訂了兩個小時的勤房 可是我們在那邊真的只用了20分鐘 非常迅速 然後溝通起來非常順暢 因為可能就是五線譜的部分 我們自己溝通會快很多 就不用說什麼絕對 不用說相對英明 或是一些吉他和弦那些都可以不用 所以整個過程非常開心 所以這張專輯剛剛有提到都沒有什麼快樂的 都是一些你這三年的感覺 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說你這三年你最大的收穫 或者你的啟發或的想法是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啟發是就覺得好像真的慢慢的經歷了生離死別 然後身邊的長輩在健康方面也出了一點狀況 然後不只是長輩 我覺得跟我同齡的朋友們 包括像我剛剛講說突然生病 然後記憶回到小時候的那個朋友 這讓我覺得最震撼的 因為我沒有想過像電影的情節 會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身上 然後自己也是經歷著從他昏迷 然後大家一起希望他可以起來 起來之後原本很開心 但是後來發現他的那個記憶回到小時候 但是我們也覺得無所謂 因為我們可以幫他慢慢的 回復他的記憶 所以這就是我們大家現在一起經歷的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們其實身邊的人 對於人生對於親友是更加的珍惜 而且很就是珍惜大家相聚的這一刻這樣子 你怎麼笑話這些比較悲傷的事情 悲傷的事情就把它寫成歌 但是其實這張專輯裡面有藏了一首歌 是要送給就是一直以來支持我的粉絲朋友們 他們真的等很久 對 然後有一首歌是我十年前就寫了 那時候還對夢想充滿了希望 還對未來覺得很憧憬 然後也希望可以當成他們很強壯的後盾跟翅膀 所以藏了一首歌送給他們 我相信他們聽到應該就知道是哪一首歌了 你面對這些不高興的信念 說老公是有幫你送出來的 他一直陪在我身邊 他是一個很棒的聆聽者跟很棒的陪伴者 而且他是會解決問題的人 感覺你們是不是婚禮的那個進度 現在是有的嗎 現在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進度在盲專輯是不是 因為我跑來做專輯了 所以還要再演多久呢 對 可能在盲盲專輯看看吧 就是都沒有進度表的問題 目前是沒有進度表 因為我都是一個 我是一個隨性走的人 他也 他急嗎 我不知道 我確認一下 你有問過他嗎 哈哈哈 但他很尊重我 而且他很他覺得 他很支持我做音樂 他覺得喜歡看我說我喜歡的事 因為我那樣會很開心 所以生孩子的事態不會 你們有溝通好 也沒有特別的進度 也沒有特別的進度 我現在腦中的排程表 就只有什麼時候要上MV 然後什麼時候還要重新剪一個 MV的短板或是什麼的 對 就只有這些 之後再看看 OK OK